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以法之罪 谢表乃官场立文 不必过于当真 陛下 臣有本奏 奏来 谢陛下 陛下 此乃苏氏诗集与微臣奏扎 请陛下预览 承上来 陛下 臣见苏氏知湖州所上谢表 有讥讽时事之言 留俗争相传送 忠义之事 无不愤慨 陛下自行心法美度以来 议论之人固为不少 然 包藏祸心 愿望其上 举天下只有苏氏一人而已 所言 无一不以激磅为主 陛下推行轻描贷款 意在为民 发展农丧 然而苏氏却说 赢得儿童语言好 一年强伴 在城中 意思是说 农民们老老小小 都跑到城里 去借轻苗钱 却在城里胡乱花掉 其结果 只是使孩子们 学会了一些城里的口音 耕作务农 全都荒废了 这不是诽谤心法 又是什么 陛下 行仁德之政 可谓摇顺之心 昭若天日 而苏氏 以偶德之虚名 无用之黄雪 不辞圣恩 讥讽朝政 俯望陛下 赵我思 论苏氏 大不敬之罪 以警天下 为人臣子者 陛下 臣有本奏 哦 奏来 谢陛下 微臣在建院 接到一份检举杂子 杂子中称 苏氏在湖州上任时 途经灵弼镇 被邀游览 张氏议员 苏氏为此 写下一篇纪文 其中云 古之君子 不必是 不必不是 必是则望其身 必不是则望其君 我主乃盛世明君 苏氏分明交天下之人 无尽取之心 天下之人 无论事与不事 皆不可望其君父 而 读苏氏有 必不是则望其君父之意 此乃 废人臣之道也 陛下 苏氏之意是说 要效仿老庄之道 凡事不可强力而至 支建院张早 不学无术 歪须苏氏原意 用心甚为叵测 陛下 微臣由本起奏 走来 谢陛下 苏氏有四罪当废 目无人主 暗讽君主 视为不忠 此其一也 造谣惑众 动摇民心 扰乱天下 臣得丧尽 此其二也 攻击心法美度 诽谤时政 此其三也 浩大喜功 借天灾之机 为自己树碑力转 恨天功而为己有 臣得丧尽 此其次也 臣 扶往陛下 圣采 也好 就照苏氏进京 审理清楚吧 陛下 此事并无证据 还应谨慎为宜 陛下 台见异口同声 共参苏氏 虽有慷慨之言 但利益不能服天下 侍奉朝政 古来如此 未闻以失文治罪者 若以此至罪诗人 我大宋避开 文字语之先河 况诗中所指 并非捏造 皆为事实 排见之言 表为中军 实属阻塞言路 打击妾之忠臣 臣望陛下 明辨是非 莫上金颖之臣 威言耸听之道 你给我站回去 如何处置 朕自有数 雅苏氏 进京查问 陛下 此案应交 支剑院张早 和御史中城 李定二位大人 办理为仪 嗯 退朝 陛下 臣邀本奏 退朝 李大人 李大人 千万别着急 再找找嘛 找了许多人 竟无一人愿押解 苏氏进京 你说 殿前诸班都与侯 黄府尊 见过李大人 不敢不敢 你是皇亲国戚 黄府兄 大驾光临 有何见交啊 大人 下官之义 你还不知道吗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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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人当道 忠良受害 天地不容 天地不容啊 驸马 驸马何事 动辞无名 紫甘兄 要被赌了 所犯何罪 李定一伙 弹劾他 以失机证 以为狮子能犯罪 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啊 据本宫所知 苏氏失急 乃是驸马勘印 正是 王贵这个老贼 可恶之急 公主 请你求求太后 救紫辰训吧 要 驸马 也知道求本宫了 你不是说 永不求我的吗 公主大仁大义 原谅我吧 眼前救人要紧了 本宫帮了你 事情一过 依然如故 冷落本宫 天地良心 为父岂能如此无状 公主 驸马 快快请起 公主 为父求你 快救救紫辰兄弟 驸马 你为朋友肝脑涂地 我一切又怎能做事不管呢 况且 苏氏乃是天下奇才 国之忠臣 我这就去求母后 多谢公主 富马爷 小的回来了 谁去虎州押解 杜鱼侯 黄府尊 哪个林子飞出这只鸟 奴才打探过了 黄府尊是太皇太后的远房侄子 对了 苏哲正在南京当通判 你骑快马 霍苏妃抱于他 让他立刻派人抱于紫山兄 好歹让他有个准备 快 是 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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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又慌慌张张的 驸马为苏氏出了诗集 太监们以苏氏讥讽新政为名 弹劾苏氏 皇帝一怒之下 要以示案 治苏氏的罪 竟有这等事 苏氏乃国之民事 杭州 密州 徐州任职 政绩不凡 天下读书人 无不视其为文坛 太陡 如何忽然 又以诗制罪呢 况且这些诗已过去数年 分明是有小人 要陷害忠良 母后说得极是 可是现在 情是十万火急 母后 你快救救苏氏吧 革职了没有 没有 听说 只是让他进进问话 莫及 此时不易去找你皇帝 况且祖宗有志 后宫不得干预朝政 待事情水落石出 哀家自有主张 此话当真 千真万军 驸马爷的话 岂能有假 李福 在 你火速赶到 湖州我哥哥家 将我这封信 亲手交给他 告诉他 现在皇上 已立案审查他 押解他的人 正在路上 让他务必提前做好准备 不过大人 你这一通报 可是有为朝廷律例 万一朝廷追查下来 我怕给大人 你带来麻烦呢 就是我坐牢 也不可让哥哥入狱 大不了我兄弟二人 一起入狱 行了你不要多说了 我速赶去 是 能多快就多快 是 紫荣 不用担心 即使哥哥被压界进京 我想 他也不会有事的 紫荣 苗姑 大人 你是 这位是 紫荣手下的 差人礼服 紫荣有什么事 大人 这是我家 通判大人 给你的信 李定等人 在上朝时 弹劾了你 皇上要立案审查你 押解你的人 不日即到 所谓何故 是王驸马 拆王水 送信到南京的 据说 驸马爷为你出了诗集 被那伙人发现后 说你有 以尸击棒心证之罪 说你写的那个 什么灵弼 什么的 灵弼张世元 庭记 哦 对对对 也有棒军之罪 通判大人 让我转告你 速想办法 天下有大勇者 粗然灵之而不惊 无故加之而不怒 岂能躲避求全 况且我只是说了几句实话 若说实话要有罪 便是不忠 那苏某狗猴于事 有何意义 倒不如像屈原一样 投枪算了 告诉紫荣 让他放宽心 哎 小的马上回去 聚吧 苏某自知得罪朝天 可否允许我与家人告别 还不至于如此 御史台有令 押解大人进京问案 还叫我大人 就是说 朝廷尚未削夺我的官职 既未削夺官职 那我还是朝廷命官 岂能随便挤拿 我只知御史台有令 挤押进京 拿下 下 朝廷只是让我进京问话 你们不必担心 我跟你们走 托下他的官服 带走 凤婧 凤婧 啥干 凤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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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im 年软 年软 将军 紫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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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辰保重啊 紫辰 这是中国文化史上黑暗的一天 泱泱失果 由此开了写诗获罪的先河 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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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烦了烦了烦了 简直是烦了 夫人 你这是干什么 夫人 你别伤了 这可是先生的病啊 若不是这些失文 他又怎么会入院 夫人 我求你了 你别伤了 不 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懂了吗 是 这萌汗药还挺管用的吧 去 看看湖面上有没有人 是 把他们福子给我偷出去 撑到湖里 是 是 是 出去按照 好 是 王府尊 你是何人 你给他们下萌汗药 再投入湖中 说是畏醉投湖 天衣无缝 看到他们几个了吗 他们已经酒醉坠湖 看 看见了 看见了 我会一路跟随你们 你若服侍不好苏家父子 我也让你酒醉坠湖 我也让你酒醉坠湖 死不见尸 是 是 是 快给他们松往 这就是 位于京都汴梁城的浴室台监狱 也称 乌台 苏氏已安 因诗而起 故未知 乌台诗安 苏氏 该受审了 请吧 快点 小人得知 不服是吧 来到这儿的美好人 我告诉你 只要来到这儿 不管你是什么人 是龙腻的盘子 是虎 你得握着 你再对我动手动脚 侮辱本官 小心我对你不客气 要好 御曹大人 使不得 使不得 一旦走到皇上那儿去 你就不好办了 他现在还是朝廷命官 能不能出去还不一定呢 走吧 下跪何人 报上姓名 年龄 阻击 李定 我官民 未学 为何要给你下跪 我苏氏 跪天 跪地 跪父母 跪君王 不给小人下跪 更不跪 不孝之人 给我打 慢来 子战 张走 真是十年和东 十年和西 子战 你我童年 当年你在凤翔任签判 张某在你手下任法曹 可曾料到今天 你我会如此见面呢 这不足为怪 哦 愿闻其详 岁明啊岁明 二十年前 你我在京城 吉登文古 仿佛还在昨日 可是此后 你张岁明 巴结王安石 而得小智 后背叛安石 而投三职宰相王规 便捷得智 有何道哉 安石变法多次邀我 若向尔等 今日不过是苏摩手下一例也 忠君为节 岂能以忠一二臣为节啊 历来奸命之臣 揭言忠君 其实多是背叛卖友之徒 苏四人 随民兄 修和他斗嘴 不用重刑 他也不知道枉法的厉害 何谓枉法 李定 按大宋律言者无罪 我苏某写几首诗 你就要问罪 大宋有此法乎 问 为薛功名者 岂能像对待囚犯一样 而等目无王法 还扯谈律力 真是华天下之大吉 大胆苏氏 还敢狡辩 你写诗讥谋梁法美证 还敢说无罪 自诗经以来 兴官群愿集成定制 以诗赐证乃诗之美 何罪之有 你不懂诗 非我之过也 你 大胆 我是 谁啊 我是苏氏之子苏迈 前来拜见你家大人 苏公子 你还是快走吧 务必从前了 谁啊 老管家 我是苏氏之子苏迈 前来求见你家大人 苏公子 我家大人不在 你还是另找他人吧 文若断章取义 则义无不有罪 诗若断章取礼 则礼无不有过 无中生有 罗之罪名 构筑无死 乃尔等台剑之专长也 好了 要杀要寡 请随其变 若再审我 连个座位都没有 苏某 该不死头 是我等审他 还是他审我等啊 自审兄 二位 明日再审 我们得换个审法 杀明兄 有何高见 要是苏氏就范 我等须以义待劳 张大人言之有理 我等轮番审理 咒业不停 不怕他不服 此乃上次 我求求你 我只想见不理一面 放我进去吧 放我进去吧 麦尔 麦尔 去 王国叔叔 麦尔 你这是怎么了 你何时来京的 我已经和父亲 来京数日了 可是父亲的 顾佑之交 他都在外地认知 而京城的几家 我都方便了 可是没人肯帮之 他们都像宋文神似的 帮我去之门外 没找你二祖父一家 找了 他们与我家 已经断绝来往了 你怎么不来找我呀 父亲 父亲怕连累你 哎呀 自占了 自占 你看别我王公了 真是 人情四尺 张张宝 大难来时 鸟子飞鸥 麦尔 哪里都不要去 就住在我家 一切费用 改由我负责 家里人现在何处 都已经赶我男亲 我叔父的家里去 如此也好 回家 做些好吃的 给你父亲送去 多谢叔叔 林美相救 快起来 快起来 咱们本是一家人 嗯 大人 请你洗洗脚 接紧罚吧 来 杨成 为何如此厚待于我 因为你是我们老百姓的好官 我的外祖父就是徐州人 他来京城告诉我和我娘 是大人你救了徐州城 二十万百姓的性命 小的救不了大人 但我可以伺候你 让大人少出点罪 好兄弟 就怕连累了你 大人能为天下百姓坐牢 我怎么就不 不能为大人坐牢呢 梁长 有你这句话 劳夫坐牢又有何惧 大人今天居里力争 立定他们恼羞成怒 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他们有什么本事 就全都使出来吧 今天晚上 他们一定会派和亲等人 连夜提神你 小的告诉大人一个办法 不管他们如何折磨你 你一定要一言不发 一个字都不图 他们就拿你没什么辙了 洗完脚之后 好好睡一觉 晚上好应付他们 我就来个徐树敬曹云 一言不发 大人为民之心 苍天可见 上天一定会保佑大人 平安无事的 自古迹今 是有风雅宋之分 故有每次一说 周朝之政不畏不美 尚有刺政之事 自始皇初 焚书康儒 天下监口 世民无言 秦以此短命而忘 自汉已详 不兴文字之罪 几近千年已 杀苏氏以 负天下难 以苏子死而忠臣必退 以文玉成而坚定成刑 国之兴衰 竖即一夕于此 复为陛下三思 朕一心变法图强 反朕竟然含沙射影 以秦始皇比朕 变法图强自古如此 为何变法就如此之难 清等可直言 我大宋难道不该变法 陛下 事无不变之法 陛下奉天成运 应天而动 实乃我千古圣君 陛下乃千古圣君呢 哼 你们不要以为 朕是真的糊涂 什么千古圣君 朕能不是昏君 雍君就不错了 你看看范朕 他差点就要把朕 说成是暴君了 陛下 范朕目无圣上 罪大恶极 应出极刑 陛下 我朝从不杀尚书 岩氏的士大夫 范朕居心勃策 并非岩氏 尚书即是岩氏 不岩氏 如何上书 陛下 陛下 在相无冲 病逝了 什么 罢了 范朕之事 就此割下吧 宁可天下人负我 我不负天下人 王规 臣在 你领忠臣去办无冲的丧事吧 要以国礼当之 臣遵旨 自由 苏硕 我们差点就接不到你们 嫂嫂 古尔大人 快进屋吧 嫂嫂 快进屋吧 来 进去 展开 爷爷 你都站了一夜了 快回房内 休息一会儿吧 不了 孙女啊 你公公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爷爷也不活了 这什么世道 保证 保证 我在这等着 看着昏君 怎么整治你公公 要是你公公死了 我就搭上金殿 上大昏君 下大奸臣 爷爷 你是气糊涂的吧 孙女啊 爷爷一点都不糊涂 我倒要看看 谁敢动你公公 真是个嘴硬的老顽固 我要睡觉了 你们把她带下去 尽身 是 祖师 今天给你找了个座位 请坐吧 我来问你 我来问你 玉草有无权力审我 而且打骂体罚 他们审你了吗 本官没命他们审你啊 不过 就是王公大臣到了这里 也要守这里的规矩啊 不能没有王法 是不是啊 为何发酵 当年包公言道 这御史台大御 一旦落入小人鼓掌之中 就变成了人间地狱 忠臣的伐场 你忠吗 你末无君父母 何言书忠道之啊 苏某不敢妄称 大宋第一忠臣 但自幼受父母教诲 君父之力是牢记凶中 我大宋朝以仁孝之天下 苏某至少知道 仁子之孝 李母自离京师为官 就是你这个书子 慢来慢来 你冤枉好人了 乌鸦自食其力 也知道为母捉三天之食 李大人治苏氏的罪 不会是公报私仇吧 你的山村武爵 分明是在讥讽朝廷 清苗法颁布后 圣上不准抢行贷款 而江浙一带 有些官员为标榜清苗政绩 强制贷款 结果是杭州监狱 人满为患 农商不兴 此乃有目共睹 李大人 你敢脱去这身官衣 和我去当地何时吗 你这是在污蔑良法美度 污蔑 既然如此 那沈阔当年为何要去放梁 圣上看到正侠的流明图 为何要霸取王安石的相位 天灾难免 自古神州共事一天 杭州过去也有汉皇之灾 为何过去能抵御 自变法以后就抵御不了了呢 而等只知谄媚圣上 取悦圣心 以图升官发财 却不顾百姓生死 这是忠臣吗 最多也只能叫弄臣 什么叫弄臣呢 上取媚 以欺瞒人主 下十威 以压榨百姓 你 你住口 住口 这个苏氏真是难缠 本来是我等审他 现在倒好 倒是要他在审我们 实在不行 给他用重心 看他还敢抢瓷多利 打他 重重的打他 看他还敢嘴这么硬 来来来来 恩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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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日审安 辛苦了 老夫吩咐下面熬制了一些桂花汤 清热解毒 提神养身 快来尝尝 多谢恩师 尝尝 苏氏一案 千头万绪 庞杂难断 假之 苏氏是何等人物 岂是俯首一语之辈 审理此案 不要以为能视如破竹 一蹴而就 要慢慢的审 苏氏再有耐心 也会不堪牢狱之苦 总能等到破绽 那时他主动认罪 则可大功告成 恩 向苏人 是 三位夫人 你们就不要忙了 厨子要比你们做得好 不一样 我等要亲手为苏大人 做一顿饭 唉 自战兄一带奇才 而今却成了 奸臣的手中玩物啊 苏氏 观八月十五日 前唐朝 这首七诀 分明是在讥讽圣上 兴修水利 无而生长 侠掏冤 茂利轻生 不自连 可是这一首啊 不错 如果谈到水 便要和圣上 兴修水利 联系起来 那天下人 就变成哑巴算了 休要狡辩 你既留班的两首诗 骂进天下读书之人 还有何面目望成圣人之徒啊 苏某奇怪 我大宋以文采风流 孝傲前人 却不知为何堂堂支箭院 遇使大人 却都是尸盲 大胆 你说我们尸盲 那你的事又做何解释 人意大捷径 诗书一缕亭 是说有些读书人 嘴上谈人意道德 实则以此为追求 功名的捷径阶梯 相夸瘦弱 犹豫卖 卖清清 是说追求官决利禄之人 以应受相夸 以为不朽 然则其坟墓早晚会被移为平地 种上轻轻的麦子 其意 是劝刘贡父 不必为师衣官职而挂心 宽解之语 乃人之常情嘛 难道要苏某 去劝刘贡父 哭上三天三夜不成 至于最后两句 癫狂不用患 久尽见虚行 也属实力 酒醉之人 难免有些癫狂 酒历过后 自可行也 哼 你把弹劾留班的人 都比作是醉酒之人 这不是讽刺 又是何意 世上醉酒之人比比皆是 就是把你疏胆 比喻成醉汉 难道需要治罪吗 而等台剑 屡屡弹劾直言之臣 任意打击 为所欲为捕风捉影 却不让他人说半个不子 难道这大宋江山姓书吗 祖师 你在给李长的赠诗中说 罪恶诗人吴浩宇 撒替寻城石器海 你分明是攻击心法 祸害百姓 你理定缺乏家教 轻易就动无名 我问你 守时法是心法吗 若此法允荡 圣上为何罢处此法 请你说清楚 即使如此 也不辞你所渲染的 老百姓 盗出了婴儿啊 刘廷是道德为人 朝廷上下无人不知 他当时任密州通判 你问问他 我捡了多少弃英 李大人 是否你我去密州问案 查询证人 不用老师远寻 即可判若神明 就你 你不传证人问案 分明是陷害忠臣 随意陷害州官 该当何罪 稍安勿躁 待罪之人咆哮公堂 也有罪 苏某何罪之有 张早 你也会判案吗 当年若非苏某 你所判冤案 避罪自身 还有何面目在此 教训他人 把他压下去 退坛